不放一滴油,吃完不刷锅,10分钟把牛肉做得鲜嫩如饼,安排一下吧,牛肉切条,放入左边所有调料抓匀,让牛肉鲜嫩的命局来了,将水抓进牛肉中,腌制15分钟,锡纸上放上洋菜,胡萝卜,芹菜,金针菇,均匀放上腌好的牛肉条,再撒上黑胡椒,盐,盖上一层锡纸锁住四边,锅中不放油,中火加热10分钟,开动了。 大家好呀,要不要来试试用火鸡面酱做的紫菜包饭呀,来咯,起锅烧油下葱花,泡菜调料往里加,米饭直接倒一碗,酱油也要来一点,火鸡面酱你别忘,出锅扑云等放凉,哎呀,蹲不下去了。 接下来呢,就是把惠拉斯的马苏里拉芝士和紫菜包饭专用的火腿条一起加热一下,然后就直接开始卷了,刚那一盒饭呢,刚好能做一个卷,所以别偷吃太多哈,然后把料就这么往里一放,哎,随便卷点就行了。 切之前土耳芝麻油有利于刀工的发挥,我觉得我这个呀,比韩国便利店里卖的多好吃,不信你也试试呗。 没有撤退可言 虽然是个牛仔,加酒吧吃的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上身体? 很多人不曾眼睛,小长得高气,吃手空拳就锁成蚂蚁,不用麻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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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我们吃西枝牛筋面,牛筋面用凉开水泡软露出空干水分,然后调一个你们说拌鞋底都好吃的酱汁,放黄瓜丝香菜和稀释过的芝麻酱搅匀即可。 各位,今天的点心是烤苹果哟,好香啊,吃黄油的味道吧,真的在苹果里放了黄油啊? 对,没错,来快点吃吧,那我开始吃了。 啊,好甜啊,我第一次知道苹果烤一下会变得这么甜的。 好软啊,吃热热的苹果还真是不客气。 像这样的葱油拌面,我一口气能吃三盆,先切掉小葱的葱白,再摔成这样的小段。 油烧热之后呢,就可以下小葱了,用中小火不时的搅拌搅拌,让每个葱段都可以被煎到,等它们变成焦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哒哒,搞定。 接下来,按照屏幕上的配比,做一个绝对不会失手的酱汁,把这个酱汁倒入放凉灯葱油锅里,煮开后就差不多了。 熬好的密制葱油找个密封罐保存起来,以后想吃葱油面的时候就能马上吃到了。 最后来一个随性的摆盘,加上一颗从二船里跑山的蛋,啊,完美。